第四章 圈门徒苑被淫行 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 上帝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 远避淫行 要你们各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 守着自己的身体 不放纵私欲的邪情 像那不认识上帝的爱帮人 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月份 欺负他的弟兄 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 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 又切切祝负你们的 上帝照我们 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蔚 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 所以那弃绝的 不是弃绝人 乃是弃绝那次圣灵给你们的上帝 蒙上帝教训彼此相爱 轮到弟兄们相爱 不用人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自己蒙了上帝的教训 叫你们彼此相爱 你们向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 固然是这样行 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 又要立志作安静人 办自己的事 亲手作功 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 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 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 为信徒死了的安慰话 轮到睡了的人 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 恐怕你们忧伤 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 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 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 上帝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 我们现在照主的话 告诉你们一件事 我们这活着 完全留到主降临的人 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有呼叫的声音 和天使掌的声音 又有上帝的号吹响 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 必先复活 以后我们这活着 完全留的人 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魂里 在空中与主相遇 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 彼此劝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